接下來做題目 有一個東西在等壁天平量出60克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這就要考那個重要觀念叫做質量 不會變 到處的結果都會一樣 所以呢 那麼太空船是失重狀態是量不到的 量不出來的 無法使用天平的 所以B跟豬都是錯的 然後呢只要你能夠用天平 測量大家都會一樣 因為質量不會改變 所以地球上秤數60克 月球秤數也是60克 所以我們答案寫的叫做A 可以嗎 很好 練習11 請問你 怎樣呢 一個三上個三下 這題考的是質量 比較單純 有人會改成考重量 三上三下測的質量一樣 問你重量 搬到平地重量誰大 那就會有點不同 因為會跟外遊營利有關係 那指考質量就比較簡單 帥哥美女 這答案是多少呢 可愛小男生 可愛小男生 不可愛小男生嗎 沒有 小男生有嗎 有23 A吧 請坐 你選的叫做A 我們講過 質量不會變 所以到處結果都一樣 所以三上是50克 三下還是50克 所以三上三下都一樣 移到月球還是一樣 沒有差別 等必天平 這個就是所謂的測量值 好呢 我剛才跟你講過了 起碼通常多少克 起碼通常是0.1公克 那12什麼意思 就是1.2 13什麼意思 1.3 所以降量出來結果 寫成怎樣才好 要注意 測量值要注意 要有準確值跟估計值 帥哥美女 這個答案要被嫌我追了 可愛小女生 可愛小女生無法 10號 C喔 你說C嗎 你說C 答案就叫做 10公克2個20克 2公克1個20加222克 1213就是1.2或1.3 所以22加1.2就是23.2 中間所以多一個 0.05 所以答案是選23.25公克 所以答案是23.25公克 這就是簡單的 天平的使用的一些問題 可以嗎 可以 很好 第一次